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8号 那么已经收盘了 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行情的一个状况 首先来看大盘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上了3500点 大盘将要加速起飞 果然我们看到 在上周五大洋线抵近3500点左右之后 然后在昨天也就本周一 这个大盘呢 顺利占到了3500点进线上方 这个进线 然后今天呢是一根小阳线 盘中到收盘涨了11个点 但是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个深层值呢 是小度下跌 当然这个市场呢 目前还是略有分化 但是上涨的加速呢 看到是远远比这个下跌的这个数量要多 可见呢多头依然牢牢把控市场 那么接下来说股指如何走 那么看大盘的话 今天实际上是成交量比前两天明显萎缩 而且呢 我们看到目前的股指是在高位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市场当中啊 有一部分短线投资者 在目前的位置 他是一个什么情况 是一个短线套利出逃 有这么一个迹象 那么中线投资者 依旧是按兵不动 所以说今天的大部分的操作啊 我认为这两天是短线投资投资者 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看的话 这个股指呢 成交量没有跟上 那么明天本周三或本周四 能不能出现二次回踩呢 我想二次回踩的可能性是有的 那么这个回踩无非就是对三千五百点 进线位要做一个回踩之后的一个确认啊 回踩有效 然后起飞啊 然后再度起飞 那么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 他可能再度给你洗一下盘 故意把进线位给你击穿 击穿之后 然后再起啊 这是第二种路线 那么技术派的一些朋友 就是中规中继的 你完全中熊技术理论的一些投资者 一些老股民 大家可能认为说 哎呦 跌破进线了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是又多 赶紧跑路 你跑路恰恰就对了 然后这个地方洗完盘之后 他又开始给你拉伸 所以说这个地方 存在什么情况呢 就存在在进线位下方 挖个小坑的情况 我告诉大家啊 往往说 你看到的位置阻力很早就研究透了啊 所以别把自己的那点啊 常识啊当初当成一个啊圣经来看啊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呃 关于股子呢 目前呢 仍然啊中期反弹 仍然在持续当中啊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一百年的这个庆典呢 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节日啊 所以在这之前市场不会有啊 大的一些政策性的利空啊 这个你放心好了啊 所以说目前的话我们说这个市场基本上还是非常健康的啊 呃 那么接下来那我们看看这个行业方面啊 那么行业方面啊 今天看看主力资金今天对哪些板块买入的比较多啊 第一个就是汽车类呃 9.6个亿然后电力8个多亿石油7个多亿 IT设备有色航空用作服务 化工软件服务元器件房地产啊 那么下方我们看到资金净流入的基本上今天都是啊 这些主要的行业类的板块资金大部分都是在净流入 少部分呢 有些这个题材方面比如前期走的比较强的医药啊 工程机械类钢铁 呃 医疗保健包括券商啊 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主力资金都是在小幅度的往处走 这部分资金难道是大机构出货吗 根本就不是 我刚才说了就是短线资金啊 权宜之际做个打个短差 然后卖出去 到了明天啊 或者是到了后两天他又买回来了啊 买的更多 所以说目前呢 市场可以说整体来说了 行情的热度在持续啊 那么看看题材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超大单的主力资金啊 今天流入最多的是谁 是国防军工 然后是央企改革啊 然后是锂电池 而军民融合华为将近都是15个亿以上啊 然后呢 区块链一带一路百度无人机光伏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题材啊 都开始热络了啊 大家都看下方都有这个科技概念的 像什么信息安全 大数据芯片 永计算 智能电视 无人驾驶 然后新能源车啊 百度概念 无人机光伏 刚才说了啊 量子科技 超清视频 操作系统 一大堆人工智能啊 那么看看啊 今天资金都是五个亿以上的这个主力资金在净流入啊 净净买入的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流出的实际上幅度也不是太大 生育疫苗呢 之前涨的涨的这个过大了啊 有一些一些龙头股 那么今天正常啊 短线资金套利的这个幅度也比较大啊 但是 净流出依然不到十个亿啊 然后看到下方 新冠检测 小幅度流入啊 矿流管 小幅度流入 呃 流出啊 流出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的医药啊 医疗概念或者医药股或者是呃 今天包括医美概念啊 资金都在小幅度除一下啊 但是大的趋势呢 现在这个势头还没有改变的迹象 但是我们一定要关注 比如说拿医美题材来说 实际上大家看到没有 这两天出现明显的量价背离 之前从底部起来啊 这个涨幅是非常大了 刚指数是将近啊 百分之六十五了啊 这个医美概念 刚刚他的板块指数 那么目前又是一个量堆堆起来的地方 这个地方震荡在所难免 我告诉大家 当然个股的走势是一方面 那么目前的重点啊 其实我们应该重点的放在你的个股的操作上面 那之前我也跟大家讲啊 股指没有任何问题 股指重心都在不断上移 关键是你手里面的股票 这个一季度的财报已经早就结束了啊 然后去年的年报都已经 已经落地了啊 这个消息都已经落地了 那么到底他们的业绩 是不是在同步在增长 一季报相对去年一季报大幅增长 这个毫无好无例外啊 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一季报 都比去年同期都有增长 为什么因为七年同期那个时候呢 是疫情啊 那个一季度的时候 二月份啊 去年那个是刚刚大爆发 说所有的这个企业啊 不管是咱们老百姓也好 还是公司也好 企业单位也好 那都受影响 所以今年呢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各方面控制的比较好 一季报呢 这个经济恢复啊 宏观经济恢复也比较好 那上市公司整体来说啊 基本上都增长 这个不不例外啊 不要把这个当成是特别大的利好 关键是那个年报啊 2020年的年报相比于2019年啊 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很关键 所以两方面呢 最好是同步增长 净利润同步大比例增长 第二个就是股价现在还在趴在底部啊 底部区域量能啊 到的芝麻量地量啊 最近呢又出现明显的放量啊 这样的股票你一定要去及时去关注他啊 这才是我们要挖掘的啊 那么一些呢 业绩不太好的 亏个没完没了的业绩啊 净利润不断下行的啊 同比不断下行的这样股票 干脆我们就抛弃他 前几天的ST啊 昨天啊 昨天大幅下行啊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警示的信号啊 所以目前呢 我们说行情啊 大体上来说 可能向众生发展 但是具体到个股来讲 还面临着风化的特征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 刚才我说了 基本面好 技术位又好的股票啊 挑这些个股来做啊 比如说我早盘的时候 跟大家啊 讲到这个行业龙头啊 行业龙头 那这里面完全有机会 可以挖掘啊 整件事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了 今天的这个投资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祝大家啊 投资顺利 投资顺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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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